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 我是丸子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83岁的母亲突发脑溢血 被送去了医院抢救 我想赶去医院看看 我老公不同意 他说我走了 他们没办法吃饭 正玩着游戏的儿子头都没抬 说不就是个脑溢血吗 说我太大惊小怪 让我给他拿瓶饮料过来 人没死你做完饭再去 人死了你也不差做饭这一会儿 看着冷血无情的两个人 我突然觉得自己 这五十多年好可悲 既然你们没了我活不下去 那就死了好了 直到我妈生病抢救的时候 我正在给我儿子做宝塔肉 这是他最喜欢吃的一道菜 把厚厚的一块五花肉层层切开 每一片都要薄如铲翼 而且不能断开 否则就拼不成宝塔的形状了 做这道菜最少需要一个小时打底 精神还需要特别集中 搞得我现在的腰都已经弯得有些木了 结果电话一个接一个 催命一样 我这才拿出来一看 是我爸 那边我爸的声音惊慌失措 青秋 你妈脑溢血发作了 现在正在急救 你 什么 我手下一慌 五花肉立马断了一片 我也顾不上了 解开了围裙 问清了医院 让我爸别慌 就打算朝医院赶 老公正在客厅里听戏 手里拿着一把折扇 一一压压地敲着 看我慌慌张张地一脸不悦 五十多的人了 你能不能稳重一点 饭还要多久才好 我饿了 儿子正在沙发上躺着玩游戏 嘴里还吆喝着上塔神腰的 我也听不懂 我拿着包装着手机 急得火烧眉毛 我妈脑溢血犯了 正在抢救 我得赶紧回去看看 我刚走到门口 老公就快走两步 拉住了我的手腕 不行 你去了 我们中午怎么吃饭 我一愣 我妈正在抢救啊 你们随便吃点不行吗 躺在沙发上 还玩着游戏的儿子 终于舍得从游戏里抬起头 一张口却是指责 妈 不就是个脑溢血吗 死不了人的 你也太大惊小怪了 快点做饭吧 我饿得要命 哎 给我地瓶饮料先 人没死你做完饭再去 人死了你也不差 做饭这一会儿 儿子说完 指了指我身后 茶几上的饮料 就又低下了头 去玩游戏 我气得浑身发抖 我没想到 儿子竟说出 这么冷血的话 忍不住说 蒋家安 那是你姥姥 对你最好的姥姥 你还有没有良心 蒋家安连头也没抬 表情十分不耐烦 你还是我妈呢 我都快饿死了 你还有没有良心 我看向老公 期望他能说两句公道话 谁知老公就抢过了我的包 直接丢到了后面的桌子上 儿子说得对 你首先是个妈妈 然后是我老婆 饭都没做完 你就着急出门 你还要不要这个家了 五十多岁的人 你怎么一点都拎不清楚 你都嫁人了 先雇着自己的家庭 饭没做好 你就别想回去 火气直冲我脑门 我压根想不到 这些话居然出自 同床共枕三十年的爱人 我气疯了一把 推开蒋文中 就去抢我的包 蒋文中没想到 我会推他 一下来了火气 魏青秋 你疯了吗 你敢推我 你这么多年 家教都喂狗了 你今天敢不管我和孩子 我就和你离婚 阿蒋文中话没说完 我重重的一巴掌 扇在了他脸上 五十多岁了 我真的第一次想发疯 蒋文中被我打得 捂着半边脸直豪 一脸不可置信 你居然敢打我 你这个疯婆娘 儿子 她打我 打你 我打不死你 火冒三丈 我急得感觉 整个人都在烧 可这两人偏偏选 这时候 做妖 蒋文中捂着青肿的脸 挡在门口 完全不顾忌 我的心理 连儿子也终于放下手机 帮着他爸爸指责我 骂我泼妇 无理取闹 都怪我这些年的忍耐和退让 在他们眼里 我是一个任劳任怨的母亲 一个随教随到的全职主妇 长久的漠视 忽略 他们从来为真正把我的放在心里 可三十多年前 我也是个被父母捧在手心的宝贝女儿啊 我气急返校 直接在鞋架子找了一双厚底皮鞋 颠在手里拎了拎 对着两人就砸了过去 蒋文中和儿子都愣了 他们没想到我今天居然这么疯 不仅动手 还直接上了家伙 儿子反应还快点 躲过了皮鞋 蒋文中生生挨了一鞋底子 脸又肿了一片 她疼得破口大骂 江青秋 你发那门子风 没完没了是吗 让你做个饭你就打人 你要上天吗 我发那门子风 你说我发那门子风 我妈都在ICU了 你们还拦着门 不让我出去 我感觉愤怒烧得连理智都快没了 笑得像个疯子 我妈对你不好吗 对儿子不好吗 她都快死了 你们连最后一面不去见就算了 还拦着我 你们还算个人 既然离了我活不了 那就你们去死吧 我直接抄起拿起鞋架旁的雨伞 对着发愣的两人就挥了过去 这么多年我天天跳广场舞 还练过两年太极界 一把长柄雨伞被我捂得带风 轻一下重一下地打在蒋伦忠和蒋家安的身上 蒋家安吓得尖叫地缩在一边 我也不管 带着蒋伦忠往死里揍 他一把老骨头平时就躺在沙发上玩手机听小说 杜男都跟皮球一样 又怎么跑得过我 从沙发到餐厅 蒋伦忠被我追着满屋子上窜下跳 脸上青一道紫一道 衣衫都划破了几道口子 狼狈地像个乞丐 见我散挥过去 就抱着头哭喊 江青秋 你这是家暴 我要去告你 我要去告你 儿子 我们一起去告他 蒋伦安缩在一边 倒是没挨几下 只是眼神从未有过的惊恐 爸 别进厨房 有菜刀 爸 快跑吧 我妈疯了 保命要紧 咱们先活着出去 得了蒋伦安提示 我一愣 撸起袖子 就准备去厨房换武器 没想到蒋伦安趁我不备 拽着我蒋伦中就跑 砰的一声 就关上了大门 我跑过去的时候 大门已经被反锁了 妈 你好好反省一下自己 我跟爸今天就先去外边吃了 我在这边急得直踹门 门外响起了儿子 安抚我老公的声音 一阵惧怕地说 先别招老婆子 吃饱了再反抗 蒋伦中称赞着我儿子 想得周到 吃饱了再回来揍死我 我又踢又踹 把门踹得框框直响 却怎么也打不开 门从外面被反锁了 冷静下来 我想到洗手间 还有一把备用钥匙 结果我找遍了洗手间 这把钥匙 都不翼而飞了 我打开床头柜 虽然老年机只剩下一格电 但是打119足够了 消防员很快赶到 帮我叫了开锁 打开了家门 我急急忙忙地打车 跑去了医院 却正看到我爸捂着脸 在病房门前悲怅痛哭 我心里咯噔一下 医生看见我神色不悦 你是病人家属吧 怎么不快点来 刚才病人临死前 都叫着你的名字 你是叫青秋吧 就像是一道惊雷 在我的耳边炸开 我整个人控制不住地 要瘫软在地上 我妈就这么 死了 以前我总觉得我妈啰嗦 但是现在 我颤抖着揭开白布 看到她遗体的时候 我只想给自己一巴掌 我当时怎么就那么 不懂得珍惜呢 我爸用力推开我 声音沙哑苍老 青秋 你怎么来得这么晚 家安说 你在忙着给她做饭 不会来了 我们只有你这一个女儿啊 难道做饭比你妈重要吗 我爸说着 居然笑了 以后你放心 我自己会养活我自己 你就照顾好你的小家吧 我爸没有打我 但是这话 却像是狠狠地 扇了我一耳光 让我抬不起头 爸 不是你想的那样 他们把我锁起来 不让我出来 我 我爸却没有回头 我只觉得 胸腔里一股力气横冲直撞 我借了一部手机 直接报了警 说蒋文忠和蒋家安 非法囚禁 等我披头散发 赶到警局的时候 蒋文忠和儿子已经在了 蒋文忠还是狼狈模样 嘴里却不停骂着 我是不是有毛病 哪有一把年纪 还报警抓自己儿子和老公的 骂我丢人 知不知道休 我儿子 不 蒋家安也一脸气愤 指责我不配做人母 就因为一个去世的死老太太 我就要害自己的儿子坐牢 就连旁边的警察都听不下去了 拍得桌面啪啪响 死者为大 你说话放尊重点 蒋文忠耸拉着脑袋 把青肿的脸凑着到警察眼前 给警察看 同志 你看 这婆娘还家暴我 这都是她发疯打的 你们管管 把她抓进去 警察看了一眼我 我没说话 她转头对蒋文忠说 叔叔 你脸上这个厌伤都浪费钱 刚刚还好坐着吃饭呢 别闹了 一家人有什么说不开的 那我身上还有呢 说着蒋文忠撩开了衣服 露出臃肿的身体 轻一道紫一道 但看着也挺淡的 警察反问她非法拘禁的事 她这才安静了下来 鉴于我们还是家人 而且他们只是把我反锁在家里 没有捆绑我 我打他们也没打出啥事 只能按照家庭纠纷调节 就让我们回了家 刚走出警局 蒋文忠嘴里又开始嘟囔 不就是死了个妈 这做什么妖 还闹到警局 你不要脸 我还要脸呢 难看不难看 这日过不下去了 离婚 必须离婚 我气到全身血液直冲头顶 不是因为离婚 是因为她一而再 再而三地羞辱我妈 也不管是不是警局门口 我直接发了疯 我趁其不防备 就抓住了蒋文忠的头发 死命地往下号 蒋家安赶忙冲过来劝阻 试图把我从她爸身上拽下来 妈 这警局门口呢 你别发疯了 说 再说几句 我连你一起咬 说吧 我也不管蒋家安 用指甲抓蒋文忠的脸 趁他靠近 就狠狠地咬着他的脸 他吃痛得嗷嗷直叫 刚警局出门两分钟不到 二进宫 小警察刚做的笔录都还摊着没收起来 知道事情圆委的小警察 看我的眼里都带了同情 阿姨 你也消消气 不值得 蒋文忠气得直接狗叫 警察同志你看 疯婆子出了门就咬人 你看你看 我脸上都是牙印 警察看了他一眼 预期低沉 书 我就看到阿姨亲你了 别的没看到 蒋文忠还要再说 警察冷冷一笑 书啊 别做了 不然阿姨指不定怎么爱你呢 再次出警局的时候 两人就不敢嘀咕我妈了 只是一路上都不搭理我 躲在我背后 不知道再说什么 中间我隐约听到蒋家安在那边接电话 嘴里还说着 正审什么的 边说还边用余光看我 想到刚才儿子今天干的事说的话 我就对他就恨得咬牙切齿 幸幸苦苦养了一辈子 好不容易大学毕业 没想到是个白眼狼 如今过了事业边考试 要正审 喝 让他流出去毒害社会 都是我这个做妈 对不起社会 一回到家里 我就收拾了自己的行李箱 翻出了自己偷偷藏的私房钱 看着在客厅里坐着的两个人 我冷冷地通知蒋文忠 明天我们离婚 蒋文忠和蒋家安一愣 似乎没想到我这么决绝 但我不带他们反应 我拉着行李箱准备离开 以后漫长的几十年 我只需要顾好自己 其余的我什么都不必管 不用一日三餐 遍着法地给他们做饭 不用因为蒋文忠和其他人打牌志气 更不必像前两天一样 我逼着蒋文忠参加编制考试 他急赤白来地说自己要去创业 要做生意 我终于不再是个围着家庭团团转的主妇 而是一个独立的 有着自己生活的女人了 但我没想到 蒋文忠再次挡住了门口 竟低声下气地劝我别闹了 就连刚才还在警局拉偏价的蒋家安 也说 妈 离婚这种事不能瞎说 说多了伤感情 蒋家安 这时候知道说人话了 你爸整天说八百遍离婚的时候 你在那儿 我刺起牙朝蒋文忠笑了一下 蒋文忠一害怕 就闪开了 爽 以前我好脾气 忍着让着 他们肆无忌惮 如今我没脸没皮发疯 他们倒是怕起来了 四日一早 好朋友罗爱莲 陪我一起回家接我爸 想到昨天听到的电话 我拜托爱莲找他儿子 帮我查一下正审的举报电话 罗爱莲欣然答应 想想之前为了逼他去考试 我也是又费心又费力 现在竟然阴差阳错地考上了 我却一点都不觉得开心 只觉得人生还真是讽刺 我打了过去 对面说会好好调查 一旦调查清楚情况属实 就会取消蒋家安的证审资格 我这才把心放回了自己的肚子里 只等着最后的好消息 接上我爸后 他看都没看我一眼 拉开了车门就上了车 只是冲爱莲点了点头 我只好兴兴地爬上了车 可我没想到 当墓地才发现 蒋文忠和蒋家安也来了 蒋家安一挥手 一群敲锣打鼓的老太太 就走了墓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到过 开业的时候 都会在店门口 请上两排戴着高礼帽 穿着红黄色相见鼓手礼服 在店门口敲锣打鼓 也是寓意着喜庆吉祥 但是现在在墓地 正在举办丧事的地方 居然请来了一排鼓乐手 这不是在砸场子吗 气到极致 我反而平静了下来 但我爸私生历劫 指着两人的手都在抖 滚 你们给我滚出去 蒋家安笑咪咪地走了过来 妈 我们知道错了 我跟爸来送我姥姥一程 怎么样 这方式你还满意吧 老爷 我们来送姥姥 听说八十岁以后都是喜丧 咱们开开心心地送姥姥一程 我爸也被气得呵呵地直抽气 脸色都清了 来参加丧事的七大姑八大姨 纷纷过来帮忙 七嘴八舌地指责着蒋家 这对父子俩 说他们心思太歹毒 什么愁什么愿要来闹人家的丧事 真是人死了都不让人安生 蒋文中耿着脖子红着脸喊着 谁让这臭婆娘在家里好好的 就听见她娘家出了事就想跑 还想和我离婚 呸 想得美 她不在家 我和我儿子吃什么喝什么 谁拖地给我们洗衣服 我这次就是给你个教训 你要是再敢提离婚 逼急了我就来挖你妈的骨灰 蒋家安也点头附和 让我别闹了 赶快回去 那天的宝塔肉都还没做好 她缠得紧 我爸终于受不住 被气晕了过去 大家七手八脚地 把我爸给送上了救护车 看着我爸上车 我心里平静地可怕 冷冷地扫了一脸嬉笑的 蒋家安和蒋文中 随即抽出了数十张钞票 摔到了谷月手的身上 来墓地打鼓 你们接这活也不怕损因得 我给你们拍个招 等你们死了 我也请人去你们墓地上跳啊 这几个谷月手年龄都不小了 也自知有愧 捡起钱就快速地离开了墓地 蒋家父子看了一眼我 蒋文中收敛了表情 堆了个铲笑 青秋 这葬礼也办完了 咱不闹了 回家吧 我知道我们今天有点争吵 你妈死了你不好受 但没等他的但说出来 我果断打断了他 你不用说了 我跟你回去 今天我有点急 是我错了 蒋家父子没料到这么容易 我就服了软 脸色一愣 罗爱莲急切地拉着我的袖子 你疯了吗青秋 这蒋家根本就是个吃人的窝 你现在还往里钻 我拍拍罗爱莲的手 安抚他 我错了 错得离谱 我错在没打死这两个白眼狼 跟蒋师父子装了一阵 我说我下午就会去 晚上给他们做饭 蒋师父子就一脸得意地走了 我拉根罗爱莲 就去了医院看我爸 我爸被气到了 血压有点高 所以才晕了过去 我去的时候 他已经醒了 因为怕刺激 他他看见我添堵 我只敢远远地看看 倒是罗爱莲带了一些水果什么的 和我爸聊了一会 罗爱莲出来 跟我说恢复得不错 情绪也稳定了许多 很快就能出院了 我安心了不少 送我回去的路上 罗爱莲还苦口婆心地劝我 让我别回去 问我是不是真的想清楚了 我看着窗外的人群熙熙攘攘 看着他们和和美美的一家人 轻轻应了一声 是 我让罗爱莲在公园门口停了车 说自己心情不好 想散散心 罗爱莲想陪我 被我拒绝了 说自己就想一个人静静 罗爱莲这才不放心地上了车 看着他担心的眼神 我忍不住笑了 眼睁睁看着罗爱莲的车 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转头去了公园旁边的一家农药商店 回了蒋家 我刚打算拿钥匙开门 就听见里面蒋家父子的大笑声 爸 还是你机智 我妈提离婚的时候 你稳住了她 要不然她真离婚 我们还不好办呢 我已经考上了事业编 以后前途无限 说出去没妈 你们离了婚人家 不得笑话死我 蒋文中的笑声十分爽朗 傻小子 你姥姥死了 你姥爷也不待见你妈 她能去那儿 就是没想到她今天这么疯 回头你得哄着她 给她喂点药 不然咱爷俩吃饭 洗衣服都没人弄了 两人说着哈哈大笑 要是都在我的手心里 按上了深深的一个凹痕 我似乎都毫无感觉 我真是瞎了眼 猪油蒙了心 当时选了这么个老公 更没有教育好我的孩子 让他们把自己全身上下 所有的心颜子 都用在本该 最赤诚以待的家人身上 不过好在今天 一切都会结束了 我推门走了进去 蒋家父子一脸吃惊 如灵大敌地问我 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装作毫不知情 就说自己刚回来的 怎么了 两人看我的神色 不似作假 这才放下了心来 让我赶快去做饭 我应了一声 蒋文中更是在路过我的时候 明目张胆地说 家里有保姆就是好啊 我没说话 回头锁住了家门 去厨房给他们 掀洗了水果 端了出去 蒋文中又开始听起了戏 蒋家安又玩起了游戏 外面吵吵嚷嚷的 蒋家安偶尔想到我 还会喊一句 妈 我要吃饱塔肉啊 蒋文中也像是进了饭店的老板一样阔气 框框地点了好几个菜 我一律同意了 反正你们也没命吃 随便怎么点 我在厨房做菜 菜上一个 他们狼吞虎咽消灭一个 如同以往 留给我的永远都是残羹剩菜 以前我把这当作对厨艺的褒奖 现在看来真是可笑 不过我也不觉得委屈了 吃吧吃吧 多吃点 吃饱了好上路 最后一个菜端上桌的时候 桌面已经一片狼藉 蒋文中焰足地打了阁 就开始说教 不是我说你 好好过日子不行吗 非得发疯 你今天做了饭再出门 我们会闹这么难堪 现在好了 门被你堕烂了 又得花几千 这个月菜前 你想办法呀 我笑了笑 没说话 这时 大门却被从外面 哐当一声砸开了 罗爱莲从大门处 飞快地跑了过来 身后跟了好几个 穿着制服的保安 我看得一脸懵 蒋文中直接破口大门 罗爱莲 你疯了吗 砸门干什么 罗爱莲也不管他 一把抱住 我就放声大哭 青秋 青秋 你没事吧 你怎么那么傻呀 你为了两个畜生 搭上你自己 值得吗 咱们可不能犯法呀 你的老鼠要呢 蒋文中跟蒋家安 一听这话 面色骤变 直接吓破了胆 蒋文中愣在那儿 嘀嘀咕咕 你下药了 你对我们下药了 蒋家安倒是没犹豫 直接奔进厕所 趴在马桶边 伸出手筒进喉管里 直接偶偶扣起来 刚刚吃的有多香 现在抠的就有多狠 两人趴在马桶边 抠的昏天暗地 会舞沾到衣服上了也没管 就饿饿地呕个不停 看得我一阵痛快 哈哈大笑 罗爱莲以为我疯了 急得直哭 你下多少药啊 你怎么这么傻 就算他们可恶可恨 你也得想想你爸呀 他刚刚失去老半 再没了女儿 他怎么活得下去 谁说我下药了 看到蒋氏父子 把嗓子眼都抠出血了 我才跟罗爱莲说出真相 老鼠药我是买了的 但拆开一看 那东西颗粒太大 有意味 放在菜里太明显 所以我刚刚全扔垃圾桶了 罗爱莲还不信 去垃圾桶翻了一下 发现确实我只开了小口 没怎么用 这才宽心地拍着胸口说 还好还好 这下我安心了 跟我回我家 蒋氏父子 呕得全身乌臭 这才发现 闹了个乌龙 蒋文忠也从厕所捂着肚子 踉呛着跑了出来 骂我是个毒妇 虎毒还不食子呢 蒋家安回过了神 从马桶边爬起来 就想朝我这里扑 嘴里喊着 妈 你怎么能对我下毒 我 我可是你儿子啊 我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从你点滴你姥姥开始 我就你没你这个儿子了 你是我仇人 蒋氏父子还没冲到我身边 就被罗爱莲带保安党得严严实实 气得在后面嗷嗷直叫 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着 骂着我 罗爱莲也不敢示弱 拿起平时唱歌的大嗓门 跟他们对骂 骂蒋文中不是人 骂蒋家安算什么狗屁儿子 二十几岁的人了 连孝道都搞不明白 一时间 场面乱成了一团 但明显是蒋氏父子 吃了人少亏 每天好吃懒做 体格补不上保安 对骂虽然二笔人 但罗爱莲可是我们舞团台柱子 那嗓子一开 鬼见了兜愁 骂了一阵 蒋文中见讨不了好 居然开始隔空威胁我 蒋青秋 你这毒妇 你今天弄不死我 我就弄死你 今天让你活着出这个门 我就不幸蒋 我听得呵呵冷笑 从身后掏出了一把阔被踢鼓刀 看着他就笑了 你不会以为只打算下药 没打算分尸吧 保安兄弟们嚷嚷 让他过来 我掏出踢鼓刀的时候 全场都抹了 保安乖乖地闪出了一条道 蒋文中瞳孔地震 腿颤得像在抖筛子 蒋家安声音像加了一样 半哭着跟我求饶 妈 别冲动 我也不废话 提着刀就冲了过去 两人吓得屁股尿流 亮亮呛呛夺 夺门而逃 蒋文中跑得慢 被门绊了一脚 直接滚下了楼 我正打算追出去 还是罗爱莲反应过来 一把抱住了我 再次回到罗爱莲的车上 他拉着我一脸后怕 从楼上到上车 他的手就没松过 看着爱莲一把年纪了 还要为我操心操力 脸上的皱纹 这两天 似乎都多了两条 我又好笑又感动 我让他松开 我不追了 罗爱莲还拉着我的手 让我别犯傻 想想我爸 你还真想砍死他们呢 我扑斥一笑 跟他说 其实就是吓吓他们 不把他们吓破胆 他们就会一直缠着我 现在好了 我自由了 他们习惯了无视我 漠视我 贬低我 只有我疯到他们害怕 他们才没胆再来招我 罗爱莲这才松了口大气 反应过来嘻嘻嘻笑地说 蒋是父子屁滚尿流的样子 直说我是舞团最横的女人 太争气了 其实砍死他们 好像也不错是吧 我轻声开口 这老太婆脸色一变 抱住着我就又闹了起来 闹了一会儿 她电话响了 接完电话就告诉我 太好了 蒋家安行为不端 已经被取消了正审资格 爽 我心中一喜 又觉得出了口恶气 蒋家安是我儿子没错 但对把他一手带大的姥姥 如今不孝不易 老人是看着我们 辛苦帮着带孩子 可那个老人不疼外孙 我妈将蒋家安宠得没边 她心里居然没有一点愧疚 我恨他 比讲文中恨的还多 罗爱莲又带我去医院看了我爸 我远远地看着他 心里还是充满愧疚 两老打小为我付出了一生 老了退休了 还帮我带过十年孩子 没想到死了居然是被我的儿子 我的老公反噬 倒打一耙 我眼瞎是我该受的罪 可他们是无辜的 想到这点 我就难受得要命 我跟罗爱莲刚从医院出来 我就接到了蒋家安的电话 他听起来很沮丧 居然卖起了惨 蒋家安抱怨着 妈 我不知道怎么就被取消了正审的资格 一辈子前途都毁了 心里正烦着 我爸也不管我 好像去外边找女人了 说着说着 蒋家安的声音 居然带上了啜气 我真的好难受吗 你能不能回来看看我 只要你回来 你之前给我下毒的事 我就不计较了 啊 这种高高在上的语气 听得让我一阵不爽 你现在还不知道 你为什么会被取消正审吗 蠢货 蒋家安一愣 不 不会是你爸妈 你怎么知道 我在这边笑出了声 你还不算太笨 我本来只是叫人举报你失德 还可能不成功 没想到你居然来你姥姥墓地闹 我直接把你大闹墓地的视频 直接发给了正审部门 你说 像你这种社会的败类 还有谁会要 那边的蒋家安气得破口大骂 我则直接挂断了电话 看着蒋家安又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烦得很 但我又不会拉黑 就去找了爱莲家隔壁的年轻小伙子 帮我拉黑了蒋家安 但我没想到蒋家安这么执着 居然换了别的电话 继续给我打 我烦不胜烦 蒋家安 你的这视频我备份了没有十份也有五份 别再惹我 否则你每去一家公司 我就发出去一份 不信你试试的 看看哪家公司还敢要你 隔着话筒 我都能听到蒋家安气的直喘粗气 良久 才狠狠地骂了一句 你有种的 魏清秋 终于愤愤地挂掉了电话 这次世界彻底安静了 此日 我跟着罗爱莲去接了我父亲出院 他这段时间似乎又苍老了许多 前额和眼角的皱纹更多了 眼睛也更浑浊了 我眼眶又有些湿润了 他看见我依旧没说话 我以为他还在埋怨我 头低得更低了 直到最后 我把我爸送回了家 他才没回头低声说了一句 不知道主动回来吃顿饭 我不叫你你就不来看我了 我才忙应了一声 你妈走了就走了 你是他女儿 他不会怪你的 我爸回头瞥了我一眼 眼睛也泛着红 我小时候怎么教你的 忍了这多年 现在捅破了才知道你家那点事 早离不就完了 这个家没你待的地方吗 看着我爸回家的背影 我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 眼泪都流满了一脸 罗爱莲给我递过来了一张纸 说他把这事都已经告诉了我爸 我爸听了心疼得不得了 一阵后怕 生怕我当时真杀了他们 自己还得去采缝刃机 心里也愧疚得很 我又想哭了 果然不管自己多大 在爸妈眼里都还是个孩子 哪怕我已经五十多了 还是这样 我这边正哭着 那边蒋文忠的电话打了过来 罗爱莲看起来比我还着急 让我赶快接 说一定是好消息 果然 蒋文忠被吓蒙后缓过来了 弱弱地提出要和我离婚 而且还大出血地同意 把房子存款都和我一人一半 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 我喜不自胜 但是蒋文忠竟然比我还着急 说明天一早 八点民政局不见不散 语气惊恐 连一旁的罗爱莲 直接笑出了声 没想到来民政局 蒋文忠都还带个 叫顾小燕的女人 还不住地冲我显摆 说她没了我 还有更好的 我呢 早就人老朱黄 没人要了 我笑了 你单看也挺年轻的 但是和你新女朋友一起 你像是六十多 你可配不上人家 我说的是实话 蒋文忠以前输个干净 萨爽的大背头 衣服都被我熨烫得平平斩斩 一天一身衣服都是基本操作 连一滴油点都没有 但是现在 背头早两天被薅秃了 脸上还轻一道紫一道 看着一脸滑稽 像个小丑 我都心疼顾小燕了 转过头对她语重心长地说 真不知道你喜欢蒋文忠什么 是天天不洗澡 还是有着大臭脚 对了 你不知道吧 蒋文忠还喜欢玩牌 之前输了好几十万呢 真希望你别像我一样 紧紧巴巴地凑点钱 还得给她还款 还有 蒋文忠整个人都要炸了 一张老脸又青又白的 魏青秋 你别胡说八道 我嘖嘖一笑 我说了 你还能打我 要不你来试试 蒋文忠终究是没了脾气 一脸挥败地走了 我回头的时候 正看着顾小燕 脸色难看地朝前走 蒋文忠像个孙子似的 跟在后面哄着 我和蒋文忠很快离了婚 喜提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 罗爱莲为了庆祝我离婚 带我去了大理看了尔海 去爬了雪山之巅 还去了西双版纳 参加了热闹非凡的泼水节 这一个月让我才知道 天地之广阔 我又何必拘泥于包厨之间 一个月转瞬即逝 我和蒋文忠正式离婚 他看到我的时候 几乎要认不出来我 眼神满是惊艳 青秋 你 你这一个月变化好大 不用蒋文忠说我也知道 我这一个月不仅去旅游 没事还慢跑 上午刚去给自己报了健身房 准备去锻炼身体 我跟着爱莲学会了化妆 以前天天都是短袖短裤 今天我穿了一身修身的连衣裙 还化上了淡妆 穿上了小高跟 给自己喷上了香水 戴上了墨镜 看看 自己一个人简直爽到抱好吗 我看也没看蒋文忠一眼 催她快一点 最后签名的时候 蒋文忠停下了笔 有些犹豫 青秋 我们俩没机会了吗 我指了指民政局门口站着的顾小燕 诺 你的真爱还在等着你呢 只可惜 我们刚拿到离婚证出来 蒋文忠的真爱就不见了踪影 她也顾不上我 到处找着顾小燕 她哪找去 顾小燕本来就是我们舞团找出来的一个成员 罗爱莲找她帮我吹风 加速我离婚的过程 后来 罗爱莲怕我胡思乱想 让我去她的服装厂里 跟着学财物 现在 我正在准备考会计师 虽然我五十多了 脑子也有点跟不上 但是一遍学不会就两遍 两遍学不会就三遍 终于 我考上了会计师资格证书 成为了爱莲厂里的一名正式会计 闲暇时 我和爱莲旅旅游 我去健身房锻炼着身体 刚开始 好多年轻人都嫌弃我 觉得我这么大年龄了 还来健身房 又脏又危险 后来 看我坚持了一年又一年 终于会尊重地叫我一声 清秋节 我也因为健身 而在网上快速走红 成为了人称的五十岁健身达人 趁着自己的热度 更是给罗爱莲的服装厂 增加了不少营业额 当然也有不少小老头 成为了我的裙下之臣 只是已经体会到了 单身独美的好 我可不愿意再回到柴米油盐的 繁琐当中 一一将他们拒绝了 我在听到蒋家安的消息时 我没想到会是在新闻上 说一年轻男人 正审取消资格以后 出去打工眼高手低 好高骛远 脾气还暴躁 终于一次酒醉以后 和别人起了冲突 捅了别人六刀 迎接他的将会是法律的严惩 虽然照片马赛刻了一下 但是毕竟是我生下来的儿子 我一眼就看出来那是蒋家安 只能说人在做 天在看 当初他大闹自己姥姥葬礼 那么嚣张的时候 他一定没想过自己有一天 还要去采缝刃机 至于讲文中 被顾小燕甩了以后 知道了年轻女人的好 再也看不上同龄的女人 但是找来又找去 竟找到了一个女骗子 被骗光了所有的积蓄 连带着那半栋房子 都没给他留下 这还不算晚 没过几天 罗爱莲一言难尽地告诉我 他去医院看朋友的时候 居然看到了浑身长了浓包的讲文中 一问才知道 他得了脏病 我和罗爱莲下意识 抖了抖身上的鸡皮疙瘩 人生还真是处处都有惊喜啊 我在爱莲家晒着太阳 摇着身下的摇椅 觉得生活还真是惬意 让我想到两句诗 往后呢 一壶清茶许流年 半卷贤淑未平生 至此 鲜花赠自己 纵马踏花向自由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怀胎三月 婆婆故意泼了一盆洗脚水 使我滑倒 我腹痛难忍 腿尖鲜红 婆婆大笑着学我捂肚子 还把公公拉出来 看我摔倒的糗样 我忍痛自己叫救护车 公婆却在一群病人面前 指责刚醒来的我 他们说 是我家务干得少身子 若才没保住孩子 又说 我流过产晦气 扬言要让她儿子修了我 又指明隔壁病床家闺女做儿媳 他们不知道 隔壁人家下得连夜就换了医院 他们更不知道 他们独生儿子前两天 就被机器压没了 而被他们扔在垃圾桶的胚胎 是他们李家唯一的后代 婆婆在客厅洗脚 脚不停地在盆里搅来搅去 水花溅得老大 我去洗手间打扫卫生时 从她面前路过 她突然将盆踢翻 水流到我脚边 我当即踩到地上的水渍 脚滑一下摔在地上 水里散发的恶臭 让我头晕脑炸 可紧接着 我腹部一阵剧痛 好痛啊 我的惨叫没激发 婆婆的怜悯 而是向恶作剧得逞后 发出刺耳的笑容 为了嘲笑我 婆婆故意学我捂着肚子大笑 还把公共叫出来 看我摔倒的糗样 我没空理会婆婆的幼稚行为 而是越来越觉得肚子不对劲 妈 你别笑了 我肚子疼得厉害 快叫个救护车吧 公共正深情看着婆婆 笑成一朵菊花的脸 听到我杀风景的惨叫 刀一般的眼神弯向我 矫情什么 不就摔一跤 哪来那么多事 说完拉着婆婆回了卧室 关门前还让我把地板整理干净 我强称着想起身 可腿却像失去知觉一样 甚至感觉到了温热流出 我伸手往腿间一抹 一片刺眼的鲜红 突然意识到 已经两个月没来越是 我隐隐猜测到 我可能流产了 立马忍痛拿起手机 打了120 再醒过来时 医生很遗憾地通知我 孩子没了 而我不仅流产 腰椎部也受到了撞击 需要住院休养几天 还没等我说什么 婆婆甩了个眼刀过来 开口就是责骂 住什么院 你住院不得花钱啊 连自己怀孕了都不知道 还把孩子搞丢了 我儿子在外面拼死拼活的挣钱 是为了让你浪费的 赶紧收拾收拾 跟我回家 他一手收拾起了身边的东西 嘴里还在继续骂骂咧咧 谁家儿媳妇跟你一样 身子骨这么虚 撞一下就流产 就是平时干活干得少了 这女人缺了锻炼可不行 回去先把家里藏的衣服都收洗了 还有那些碗 别偷偷用热水 多费钱啊 你住院花了不少钱 到时候都给我吐出来 我尝试着起身 腰部抹了一瞬 我忍不住吃痛惊呼一声 再次躺倒在了床上 公公在门口看见后 冷哼一声 呸 你看这个女人能装的 不就留个产 当年我让你婆婆留了五个孩子 也没你这么矫情 要不是看你能给我老李家传承香火 谁会娶你这种没用的废物 我禁不住反驳 爸 不是婆婆故意泼洗脚水 我能摔倒吗 而且我住院花的都是自己的医保钱 是我爸妈给我交的 为什么又都是我的错了 有些人就觉得自己的道理大过天 公公眉头一束 撸起袖子过来拉我 好啊你 敢顶撞我 我妈在门口制止了公公的家暴行为 周围的人都看呆了 这还有人在医院就家暴的 家暴的对象还是自己刚流产的媳妇 周围人对我露出同情的表情 我妈走到我身边 在一旁看着我憔悴的脸直掉眼泪 我爸也来了 纵使我许久未亲近父母 此时也忍不住红了眼圈 婆婆打断我妈母女温情 反而冷哼一声 恶人先告状起来 亲家 正好 当着你们的面咱说清楚 沈月犯了大错 给我们老李家落了孩子 先前给的那一万彩礼 得让她退给我们 我妈一时气不过 月月身体都这样了 你们在这里骂她打她不说 还说是她犯错 难道不是孩子 踩到你的洗脚水才没的吗 我哪知道她怀孕了 我跟她开个玩笑 还不行吗 婆婆大叫起来 公公也在一旁帮腔 不就是摔了一跤 这个女人怀孕生子 就跟母鸡下蛋一样 那是越折腾越健康 沈月这身子回去 让我儿子收拾一顿啊 就爽利了 我爸听了这话 满脸怒涩 直接把她推了出去 怎么了 说两句还说不得了 我不管哈 住院可以 你们掏钱 彩礼钱也得退回来 我探出一口气 想起先前听到的一个巨大的消息 此刻也没心思跟着俩老人理论什么 他们顶多过过嘴瘾了 等到知道了这件事情后 我和他们也不会来往了 当然这是我天真的想法 下午公婆见我不回家 家里没人做饭 干脆在这里蹭我妈给我做的营养餐 吃完后也不收拾 跟同病房的人说起自己儿子时 眉飞色舞 还偷偷奚落对方 只生了个姑娘 是家绝户 我嗓子有些发紧 对着眼前公婆说道 爸妈 李扬昨天没回来 婆婆见我说话 紧接着瞪了我一眼 男人夜不归宿 那不正常吗 说明有本事 怎么 你还想挑他刺不成 我告诉你 要放以前 你这种三年无所出的媳妇 我得让我儿子给你修了 我叹了口气 咽下了嘴里的话 他们不知道 他们儿子昨天已经死了 因为操作不当 导致自己卷进机器里 他拖出来的时候 已经没了人形 回想当年 我和李扬 是爸妈 给我硬逼着相亲处上的 我其实对他感情不多 更多是结婚后的相处之情 他这个人 有两个缺点 在爸妈面前没有主见 在我面前很有主见 我这也是婚后才发现的 好在当时 我们是单独在外住着 可后来 他考上了一个 一线城市的单位工作 他爸妈就想过 大城市的生活 过来了 说实话 那个单位除了各方面 待遇好之外 工资并不是很高 劳两口商量了一夜 找了关系搭上面子 硬逼着他到了一家 亲戚开的工厂 每个月给他开 一万二的工资 其实当时我就不同意 李扬是学计算机的 没什么跟着工厂 相关的经验 再加上在工厂工作强度高 有时候太累了 晚上就直接在厂子睡了 根本回不来 没办法兼顾家庭 可当时我这么说了 李扬爸妈却翻脸了 那把你娶回来 是干什么的呢 不就是让你伺候我俩 照顾这个家吗 我儿子在外打拼 家里都没人照应 还要你干嘛 是的 脏活累活都是我来干 而且我上了一天班回来后 还得再给这老两口洗衣做饭 我俩暂时还在统一战线 可后来 李扬还是去上班了 因为公婆去前单位 把他辛辛苦苦考上的职位搞黄了 我老公逐渐麻木 比起反抗公婆的话带来的折腾 他宁愿选择屈服 换来平静 这也为他带来了后果 就在流产的当天 我接到了他们工厂打来的电话 得知了李扬的死讯 听人说 尸体都不成人样了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两位老人 晚上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哭了 可没成想 刚一起床 孩子又没了 或许这是天意 我跟这家没缘分 就算没有这一出 冲着公婆对我的态度 我也是打算不久就离婚的 毕竟他们婚前婚后 完全是两模两样 婚前我只跟公公婆婆见了一面 当时李扬一直拦着不让我见 说是他爸妈不会说话 怕见我闹笑话 后来我总觉得婚前哪有不见对面长辈的 这不合理 李扬就安排仓促见了一次 公公当时一直不怎么睁眼 也不讲话 李扬说他不好意思 而婆婆皮笑肉不笑 给了我一个金镯子 说等我嫁过来后 要拿我当亲闺女带 我就这样被他们瞒了过去 等到婚后 他们就开始暴露本性 先是以腰疼腿疼的理由不做饭 光等着我伺候他们 后来开始光明正大的指挥我 我的婚姻生活 慢慢向我露出了她的真面目 就像那个金镯子 我发现镯子戴的时间长了 竟然开始掉漆 想起往事 我长叹了一口气 我妈回去给我做饭 爸爸在一旁 因为太累睡着了 我没惊动她 扶着腰站起来 想去上个厕所 刚走到卫生间 公公婆婆的声音 传进了我的耳朵里 要不等杨杨回来 让她跟沈月离婚吧 咱儿子每个月能挣一万二 林然才挣八千 现在还留了个孩子 那以后就算在怀上了 也不安全 身子骨也不如原来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看那隔壁姑娘不错 刚研究生毕业 人长得也漂亮 一会儿我跟人说说 大不了给个三万彩礼 那姑娘肯定哭着 要嫁给咱儿子啊 婆婆回来后 眼神盯着隔壁病床的 小姑娘打转 随后开始问东问西 一开始人家还跟她大话 随着话题逐渐开始跑偏 人家就不理她了 婆婆神色不悦 当着我这个儿媳的面 直接开口 实话说吧 我家看上你家姑娘了 我儿子不缺钱 我家能给三万彩礼 你姑娘肯定乐意 公公在一旁点头 指着我道 你也不用在乎这个女的 等我儿子回来 我就让儿子和她离婚 对面一家人像看猴一样 看着我公婆 女孩妈妈在一旁削水果 文言连头都没抬 对着我公婆骂了一句 滚 婆婆急了眼 你有什么呀 你姑娘都二十五了 还没人要 我们能看上是你家的福气 你别给脸 我再也看不下去这场闹剧 直接开口 打断了婆婆接下来的话 妈 别闹了 听我出声 公婆眼神瞥向我 我揉了揉紧皱的眉头 爸妈 别再做了 李扬她 没了 刚说完这句话 公公一个巴掌就甩了过来 幸好我爸眼急手快 挡住了 你个臭婆娘 这么皱自己男人 我们老李家 没缺你吃 没缺你穿 亏待你了 我太阳穴直跳 忍不住反驳 我没胡说 李扬她在工厂 因为操作食物 整个人卷进了机器里 我知道你们接受不了 但人死不能复生 我呸 沈月 我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 你一直不同意 我家杨阳去那个工厂 现在就是想着 故意报复我们 等我们劳两口 被你吓出病来 我才不会让你得逞 我刚想张嘴在说些什么 婆婆站在床边 插着腰瞪着我 你再敢胡说八道的 我就撕烂你的嘴 我没再多言 无所谓了 反正等着火化的 又不是我 第二天 我被婆婆跟人的聊天声吵醒 她坐在我床边上 地上吐了一地的瓜子皮 边说边笑 笑声震得我耳朵疼 昨天隔壁床的小姑娘 连夜换了医院 估计是被公婆恶心到了 还给我留下一张字条 叫我好好思考以后的生活 隔壁换了一个新的大姨进来 大姨旁边还跟了一个小伙子 婆婆又在跟对方吹嘘 说自己的儿子多牛 多厉害 多孝顺 还是生儿子好啊 你儿子毕业了没 要不让我儿子介绍介绍 让他也跟着进工厂 工资高了 小姑娘随便挑 公公也在旁边 没事附和两句 还打听大姨身边 有没有什么适龄女生 要长得漂亮身材好 学历也不能差 还得知道孝顺父母 以福为天 彩礼不能多要 拜金的女人娶不得 听得大姨直皱眉 又攀谈了没一会儿 公公手机铃声响了 是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 电话接通后 公公为了一声 紧接着神情兴奋 哎 是我儿子工厂打来的 指不定是我儿子表现好 要升职加薪呢 公公骄傲地养了养头 想着在旁人面前 出出风头 于是开了阔音 什么事情 你说吧 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来 十分清晰地回荡在病房里 你是李扬的家人吧 你们什么时候 来拉李扬的尸体啊 公公眼睛直愣愣地 看着前面 仿佛没听懂 你说什么 对面的人似乎是有些不耐烦 都找过好几次你家人了 有没有人管了呀 现在天气温度太高 尸体都要臭了 对了 你们下葬前 最好给他找个入恋师 现在的模样 不是很好看啊 直到挂掉电话后 公公婆婆还没回过神 婆婆一个大胯步 冲到我眼前来 是不是又是你搞的鬼 你诚心想来气 我们老俩 是不是 你说呀 我推开婆婆 直到我面前的手 妈 你要是不信 你查一查 他们公司电话不就行了 在网上都有的 我可没那么大本事 让他们工厂老板 和我一块跟你们开玩笑 公公婆婆不会百度 还是隔壁给大姨陪床的 那小伙子看不下去了 询问了公公工厂名字 随后掏出手机摆弄了几下 找到了工厂的负责人电话 找到了 十三 每抱一个树 公公的脸就白一分 最后 他终于意识到了什么 从喉咙里 污咽了一声出来 我的儿啊 那可是我老李家 唯一的儿子啊 婆婆也一下子 坐到了地上 哎呦一声 这是把腰扭了 又是一阵鸡飞狗跳后 公公婆婆跑去了工厂闹事 虽然丧偶后 我就和李洋自动解除婚姻关系了 但是毕竟还有不少财产 没分割清楚 我索性直接打车 也去了工厂讨个说法 当然 既然公婆跟我分得这么轻 我花我自己的钱 坐车 他们就走过去吧 我刻意在附近吃了饭 游哉游哉 等到了公婆的身影 才跟在他们后面一起进去 他们本想把气撒在我身上 可惜最要紧的是 他们的独生儿子还活没活着 进了场子说明来以后 有人领着我们进了一栋屋子 到了这会儿时 公婆已经不敢往前了 我看着面前地上横着一张担架 周围血迹已经凝固 担架上盖一块白布 从轮廓上讲 确实已经看不出人形了 公公上前去颤着手掀开白布 刚掀起一个脚 就又嗷嗷叫着放下 婆婆用手捂嘴 但还是控制不住 乌叶声流露出来 两个人大哭了起来 旁边带我们来的工作人员感叹道 哎 人生充满意外啊 劳两口节哀啊 赶紧带儿子去火化吧 公公听到火化两个字后 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不行 他一整个人跳了起来 我们不火化 你们工厂的大老板呢 把他叫出来 我儿子成了这个样子 你们得赔钱 赔我几千万 婆婆听到公公的话 好像也突然醒悟道 对 赔钱 不赔我们就不走了 我要让别人都知道 你们工厂出了这么大的事故 要了我儿子的命啊 那个工作人员显然还年轻 没什么应对泼皮的经验 但一听到公公狮子大开口 就知道这对老夫妻什么来意 立马打电话向上头报告 紧接着有工厂的负责人 出来接待他们 不好意思哈 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工厂 要负责任的地方 我们肯定付 但是这毕竟是 李扬自己操作不当 我们先前都是给员工 进行过培训的 这属于他自己失误了 操作失误 难道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吗 我不管 你们要么赔我几百万 要么还我个活蹦乱跳的儿子 公公说完后 一下子看见了我 马上指着我对负责人道 我儿媳妇一听儿子出事 他肚子里的孩子都吓没了 儿子和孙子 这是两条人命 必须都赔给我们 婆婆在一旁掐我胳膊 想让我跟着一块嚷嚷 可还没等我有什么动作 婆婆又眼珠子一转 对着负责人语气放缓 刚才那领我进来的小年轻 都对你那么尊敬 你肯定能负责 这样吧 我也不是不懂规矩 婆婆一把把我扯到负责人面前 你看我这个儿媳妇 还水灵呢 你多给出出功夫 这么大的场子 几千万不行 几百万那肯定不是事啊 我瞪大了眼睛 我一直知道这家人无耻 可我没想到 竟然无耻到了这种地步 先前还一直觉得李扬梅了 再怎么样给老人些尊重 现在我只想给自己煽醒 我甩开婆婆还放在我胳膊上的手 心里气急 装作腰疼要跌倒的样子 伸手拽住了婆婆的头发 只听哀哟一声惨叫 婆婆头发被我拽下来一大缕 你个死丫头 你有没有教养 你当着李扬尸体的面 要杀了他娘吗 我将手里油腻腻的头发一扔 手还嫌晦气 在裤子上擦了擦 公公本来就烦 嫌大喊大叫的婆婆郭躁 直接甩了她一巴掌 行了 闹什么 工厂负责人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我们 开口时还是那副语气 老爷子 关于李扬的赔偿金 我们可以来算一算 我们不会少给 但你也别多想要 工厂有专门负责的律师 最后算出来的赔偿金额 一共是三十万 公公急得直发愁 可也没了办法 他不懂法律 却害怕法律 但这赔偿款 跟他想象中的差距过大 于是一连几天 公公都跑工厂门口天天哭 骂工厂负责人不是人 还刻意拉来往的女员工诉苦 缠着骚扰对方 着实把这些女员工 恶心地要离职 那负责人看着和善 也可只是看着和善 面上不动声色 挺和气一人 背地里找了一圈 十五六的小混混 趁着公公出门时 围起来给公公揍了一顿 老头这才消停 见对方是硬查不好剥削 又把主意打到了我身上 回到家后 老头老太太往沙发上一躺下 就又让我去做饭 我默默地走进屋子 收拾起了自己的东西 公公吵我吆喝了两声 沈月啊 我跟你婆婆打算让亲戚 给我俩过几个孩子过来 以后你挣钱 来养这个孩子 也算是你之前 把我孙子摔没了的补偿 婆婆在旁边帮腔道 不仅是孩子 还有我俩 现在我儿子死了 你得养我俩 我都给你找好了 你现在不用生孩子 就得打两份工才行 现在不少女棋手 也在送外卖 以后你下了班之后 回家给我俩做好饭 就出去送外卖 这老两口一唱一和的 给我听笑了 咋想得这么美呢 我手上收拾东西的动作 没落下 冷漠地说了起来 李扬死了 我已经跟他 自动解除婚姻关系了 我不是你俩儿媳妇了 你俩别想着绑架我了 不行 你在说什么混账话 公公一听 又嚷嚷了起来 我儿子没了 你得给他守寡 没让你去他坟前 待三年 已经是对你仁至义尽了 我内心狂翻白眼 大清都灭了 你们脑子里的封建残余 该洗一洗了 还让我守寡 你们两个 怎么不去找青天大老爷 给你们主持公道呢 我毅然决然 手下动作没停 没再理会他俩 婆婆见我油盐不尽 直接冲了进来 边骂我边伸手 想要阻止我收拾东西 可我早就有所准备了 敲门声响起 是我提前在搬家公司雇的人到了 我特意要求 要男的 长得高 壮 看起来不好惹 果然 双方武力值太过悬殊 公公婆婆 见到面前两个一米九的大汉 老实了 我指挥着他们 帮我搬东西 任凭公婆在一旁撒泼打滚 没再看他俩一眼 这段婚姻到此为止了 以后我跟这个家 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想到此 还松了一口气 可公婆用事实让我明白 被烂人盯上 真的是世界上最磨人的事 清静日子没过多久 公公婆婆就三番四次打电话过来 直到我拿走了属于我的那部分财产后 这俩人可以说得上是破大房了 沈月 你这个没良心的 你不怕遭天遣吗 那是我儿子的买命钱啊 我眉头皱起 我该拿多少钱是法院判的 也给你们留了一部分 我至少也是李扬的妻子 总不能我一点都没有吧 你想得美 以为光没有就行吗 我告诉你 不仅李扬的钱 你不能拿走 你的钱也得留下来 公公接过电话来大骂 隔着手机 我都能感受到 屏幕那边唾液四溅的样子 你这些年没存款 你是我们儿媳妇 现在我儿子没了 你也不留下照顾 这已经很没良心了 就该给我俩把你的存款都留下来 之前娶你办了酒席 你就是我们的亲女儿 以后每个月都得给我俩打钱 还有那金镯子 婆婆又抢过电话 去对我吼 婚前我给你个金镯子 得有一百克 把那个钱按现在的足金价值给我 不然我俩就去你单位闹 我真是被气笑了 我见过有人 直接拿金包银的 卓子糊弄儿媳妇 可我那个卓子 才置属于钛合金 这俩人讹人没完了 以前尊敬他俩 是老人不想闹得太难看 哪成想在这给我蹬鼻子上脸 我语气严肃道 我再重申一遍 我现在跟你家已经没关系了 你们要是再打电话骚扰我的话 我就报警 其实我也大致清楚 报警这话吓不住他们 果然没过多久 他们就来我公司闹了 在公司处理业务处理到一半 我听到楼下有骚动声 是被前台拦下的公婆 摊在公司大厅的地板上 大骂我不是人 你们那老板得明察秋毫啊 别雇佣一些没有道德人品的人 都不知道孝顺老人啊 哎哟 谁家这么倒霉 摊上这么个儿媳妇啊 儿子没了 不管我劳两口啊 没天理啊 你们公司招这样的人得遭报应啊 我本想直接打电话报警 同事小张走过来 说顾姐喊我 我心里有些打鼓 但还是跟了上去 我们公司的总裁 是一位被婆嫁折磨后 毅然离婚 自己创业的女人 我们先前都是叫她顾总 可她说顾总听起来像个随时喜欢 让别人家破产的臭男人 坚持让我们只叫她顾姐就好了 虽然顾姐平时待人十分友善 可我毕竟给公司惹了麻烦 有些惶恐 对不起顾总 我已经提醒过他们了 可他们还是来公司闹事 我这就下去 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顾姐笑着看我 那要处理不好呢 我咬着牙道 处理不好 我就辞职走人 顾姐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行了 用不着你走人 人生在世 难免会碰到几个垃圾 你什么人品这么多年了 我都清楚 这些事就是难缠得很 但挺过来了 你会拥有更美好的人生 我有点感动 顾姐是在开解我 来 跟我走 给你看看 什么是教科书班的表演 我跟在顾姐后面 看她气定神闲地 站在我前公婆面前 我公司的员工 我都清楚什么秉性 不需要二位来这里告知我 你们的家事 我是管不着 但来我公司闹事 我就必须管 表完太后 顾姐大手一挥 喊保安给这两人 直接扔了出去 保安 以后都给我记住这两张脸 来一次丢一次 四个保安分别架起 公婆胳膊往外拖 你们干什么 没天理了 欺负我们老人家 哎呦喂 你们都是一伙的 你这个女人又是什么东西 这么凶 肯定没有男人要 没再理会他们的唧唧歪歪 顾姐白白手 行了别看了 都干活去 说完后 她转过头来对我道 好了 庆祝新生 姐请你喝咖啡 嗯 下班后 我回到新居 这是我拿之前分到的钱 买下的一套小房子 公婆找不到我如今的住处 公司那边 他们也没了办法 我心情大好 胃口也跟着好了起来 干完一箱车梨子 我躺在床上 耍起了手机 结果意外刷到了 公婆手举身份证 实名举报我的视频 我额头青筋直跳 这俩人没完了 两位老人 故意穿得破破烂烂 举着身份证的手 还在颤抖 标题取得很吸睛 不为钱财 只为活命 视频内容里 公公颤着手 讲述了她和婆婆 痛失爱子之后 我这个狠心儿媳 马上打掉孩子 让他们老李家 失去了唯一的后代 说到这里时 婆婆还很下心来 狂敲自己的脑袋 说自己对不起 黄泉之下的儿子 儿啊 对不住你啊 妈拦不住她 你找的这个媳妇 劲儿太大 我求她别打孩子 结果她嫌妈碍事 连妈的头皮都拽掉了呀 婆婆在卖惨 公公也适时在一旁补充 她说我不仅殴打婆婆 还拿走了儿子的赔偿款 他们想求我留下 可我找了两个飙行大汉 给他们揍了一顿 和视频一同发布的内容里 是那天帮我搬家 两个人的照片 看角度 应该是公婆偷着拍下来的 我这儿媳妇 很可能跟他们 其中一个人有一腿 我儿子说不定 是被他们害了呀 求求好心人 劝劝儿媳妇吧 我们两位老人身体都不好 不能没人照顾啊 我痴笑一声 这是建工厂势力 大班不倒 所以来找我这个软柿子呢 他俩想得倒挺好 估计觉得 我会迫于舆论名声的影响 继续回去伺候他们老俩 或者直接出钱赡养 果然这视频一出 马上有热心网友 站出来抨击我 有人扒出 李扬出事和我进医院流产 确实只隔了一天 就觉得老人所言非虚 肚子里的孩子 是这两位老人 唯一的后代了吧 这儿媳妇心真狠啊 看不得老人这样 这女的太缺德了 倒也有人替我说话 我觉得就算把孩子打了 也是个人选择呀 毕竟老公都没了 这样的言论 马上会被骂到山平 网上群情激愤 好像我打的是他们的孩子 还有人扒出了 我的网络账号和住址 我被网报了 顾姐给我发了消息过来 网上的消息我看到了 你不用太在意 又需要跟我说 我心里一暖 没事的顾姐 就是我可能暂时 没法去公司了 我担心有网友认出来 给公司添麻烦 这个没事 放你几天假 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 我刚想感谢顾姐 她的消息又谈了出来 别怕给公司添麻烦 如果我是那种员工有困难 不帮助对方解决困难 而是解决员工的老板 那我肯定站不到这里 好 谢谢顾姐 和顾姐说完后 我心里轻松了不少 我联系了之前医院的医生 还有之前搬家公司的两名员工 他们已经听说了我的事情 愿意帮我作证 人证有了 我又翻出了之前医院的诊断书 还有与搬家公司的付款记录 我太了解李扬父母了 他们做事全凭心意 觉得撒泼耍无赖 就能获得自己想要的 可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以前了 网友也不是傻子 利用舆论的人 也终将会被舆论反噬 果然在我将证据放出后 网上风评变了几遍 真是坏人变老了 亏我之前还帮他们说过话 这个儿媳是真惨啊 前公婆给他造黄瑶 肯定是想着他俩儿子没了 而媳妇也别想再嫁出去 我欠这个女生一个道歉 可我觉得这两个老人 也欠我一个道歉 让我意外的是 先前在医院时 我公婆看上的女大学生 也出来发了一篇小作文 学历高文笔就是好 字字珠基 小作文里完整地继续了 我公婆在医院时的恶劣行径 包括侮辱打压我 当着我的面给自己儿子招亲 还有我流产的真相 天哪 不敢想象这个儿媳妇 原来在家里过的是什么日子 婆婆故意把水盆踢翻 让儿媳摔倒 还说是开玩笑 好家伙 这老妇真恶毒啊 她儿子出事 哪是什么意外事故 这是老天开眼啊 这样的人家 能交出什么好儿子 可能是网上的声音太大 公婆把之前 他们自己录制的视频 全删了 我也继续回去上班 可我当走到公司门口 就看到公婆在旁边蹲着 他们不敢进公司里面 只敢在门口等我 见我出现 一下子窜了出来 沈月 你赶紧把网上视频删了 我俩怎么有你 这么个恶毒的儿媳 这是想致我们劳两口于死地呀 我满脸无奈 我明明是合理反击呀 你们造谣我 还不允许我辟谣了 你混蛋 我们是长辈 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赶紧把网上视频给我删了 没救了 我看着面前的两位老人 摇了摇头 他俩控制了儿子一辈子 现在还想用同样的方式 来控制我 好像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掩盖心中那脆弱不堪的内心 和失去儿子的惶恐不安 哎 其实我也很自责 我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 想想我肚子里那个孩子 如果没流产就好了 毕竟是李扬的孩子 肯定很像他 劳两口一愣 公共面色有些古怪 好像到如今 他才突然意识到 我肚子里那个孩子 对他来说究竟有多大的意义 我继续道 如果婆婆那天 没跟我开玩笑就好了 这玩笑一开 把公共的大孙子开没了 要是有孩子的话 我估计我也舍不得走 还得孝顺你们呢 公共也突然想到了 婆婆那天的那盆洗脚水 整个人双手开始颤抖 孙子啊 我的孙子啊 老李家绝后了呀 是你 就是你 公共红着眼睛转过头 一巴掌就朝婆婆打了过去 什么开玩笑 你就是故意的 我还不知道你 你不就是想着 给儿媳妇个下马威吗 好显得你有多能耐 我怎么娶了你这个一个 恶毒的女人 婆婆被打得滋挖乱叫 一下子瘫在了地上 哎呦喂 我的耳朵听不见了 公共没饶过她 继续出手 我打死你这个老婆子 那是我孙子啊 我们老李家 就在你这断了根啊 你还说我 要不是你 拉着我回卧室 早把沈月送到医院 孩子指不定就保住了 你才是罪魁祸首 没在看面前的两个人 我摇了摇头进了公司 这样狗摇狗最好了 他们还得谢谢我 点醒了他们 让他们找到了 发泄情绪的出口 在相互埋怨中过完 自己的后半生吧 我要去迎接 我的美丽新人生了 在大学时 我专业就是第一 毕业后又进了理想的公司 之前公公婆婆不让我加班 还总是有事没事 把我喊回家 所以我经常请假 公司内部选举也没人投我 错过了不少机会 现在我终于把所有的精力 都投进了工作里 没过多久 就收到了升职的报告 顾姐笑着看向我 好好干 我猛地点了点头 再后来 顾姐把她弟弟故意 介绍给了我 她说因为她一向要强 养了个废物弟弟出来 上班不行 胜在听话 我要是愿意 以后就让她给我 在家买饭做菜带孩子 我见了顾易一眼 确实很乖巧 就是大学刚毕业 比我小了有六岁 不过顾易说她不在乎年龄 而且她就喜欢比他带的 会疼人 有天她让顾姐把我约了出去 悄悄准备了惊喜和戒指给我 直接略过了告白环节 红着脸单膝跪地 跟我求了婚 再后来我又怀孕了 这时的我工作稳定 想要个孩子了 也是我和顾易特意规划的 去医院检查时 途径一个病房 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哎呀 我儿子以前啊 可有本事了 一个月工资好几万 可惜啊 那个无良工厂机器不行 才给我儿子害了呀 正巧病房里一个小护士出来 我拉住她 询问里面人的情况 啊 你说这老头老太太啊 哎哟 老头贪了 老太太时而清醒 时而糊涂的 见我好奇 小护士继续唏嘘 听说之前这老太太 把老头唯一的孙子害死了 老头气不过 天天在家打她 后来一巴掌 甩得力气太大 直接给老太山的神经错乱 老头也因为惯性 一下子撞到旁边 伤了脊椎 瘫了 爱 小护士直叹气 他们在医院 存的钱快用完了 医院正在想怎么处理呢 我看着里面半晌霉出声 直到故意来喊我 老婆 医生说宝宝一切健康 还是个我最想要的女儿呢 我笑了笑 看着面前兴奋白手的故意 跟了上去 老婆 今晚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老婆 你慢点别摔了 今晚我再给你揉揉腿 外面阳光正好 正如我的未来